第三千四百一十一集 叶晨听到这句话 肃穆的神色渐渐恢复 若是那老僧真出事 自己内心上也会过意不去 不过今天的事情 却是告诉了他 万须远没有那么简单 自己的实力还是太过渺小 或许需要历练了 叶晨 你真打算继续对抗万须吗 任非凡突然问道 叶晨一正 但很快双眸便是坚毅道 必然 任非凡露出了一道笑容 向前一步蹲下 将一捧沙利递给了叶晨 让他卧在掌心 叶晨 一杀一世界 一花亏天堂 手心卧无限 须于那永恒 如今你的神秘石头 就如同这一捧沙利 已经自成世界 这是你的大机缘 叶晨点点头 能够让轮回墓地 吸收如此精准的能力 也是因缘即会 他之前远远没有想到 但此时听任非凡这样说 也知道他身上肩负的使命 将更加艰难 此时的你 也如同这一捧沙利 撒在万须脚下 不会对他有任何的影响 甚至他都不会抬头看你一眼 叶晨自然是明白任非凡的话 淡漠的脸庞多了几分情绪 这万须本应人人得而诛之 但自己却只能先退一步 心中多少有些许窝火 但是 当沙利装载出无数的世界 当虚余积累成为永恒 你想 那时又该会是怎样的光景呢 任非凡手指一动 一道苍穹之光 犹如一束耀眼的光柱 直接卷向远处的虚空 期间波光闪烁着的 正是叶晨这两日的见闻 退一步 有时是为了更进一步啊 叶晨明白了什么 心下一片敞亮 原本他眉头紧皱 因为放心不下老僧的处境 而有些隐怒 此时听到任非凡的劝解 也明白不应本末倒置 既然他是轮回转世 承受天命 那他就不应该怨天尤人 也许万须此刻依旧强大 但他终有一天 会将他踩在脚下 我也该离开了 你若与我亲近太久 必然会沾上太多因果 就此分别吧 切记 不要过度依赖轮回目的 轮回目的之中 那位世间禁忌 或许要不了多久 就要问世了 我也无法确定 那会是你的劫 还是你的滔天机缘 任非凡淡淡道 多谢任前辈 夜晨和血龙几乎同时说道 可下一秒 他们却发现 任非凡的身影已然消失 仿佛世间再也没有 任非凡存在过 来也匆匆 去也翩翩 等任非凡离开之后 夜晨这才神识 进入轮回目的 也该看看这次轮回目的 已经如何了 刚一踏入 夜晨便发现 轮回目的之中 涌动着极强的灵气 不光如此 轮回目的之中 更是演化出一片异象 异象如浩瀚星空一般 不过夜晨倒是没有发现 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难道还要等待一段时间吗 夜晨话音刚落 视线突然注意到了什么 他发现 摆坐墓碑中的一座 竟然是有些异样 这座墓碑 从一开始就没有动静 甚至在众多墓碑中 是最不起眼的 而现在墓碑之上 竟然出现了一个古老蚊子 这个蚊子整体是黑色的 仿佛没有任何光能照亮的黑 而这个蚊子的底部 有一个微弱的光点 看起来 好像光点能不断地蔓延 更重要的是 这蚊子竟然在吸收 整个轮回目的的能量 难道当这个蚊子 被光完全蔓延 这座墓碑就能引动吗 似乎和任何一位大能的碑 都不同 亦或者说 这墓碑背后的大能 就是人前被一再警告的 时间禁忌 叶晨凝视了半天 也得不出确定性的结论 索性就离开轮回目的 回归现实之中 血龙见叶晨回过神来 便问道 主人 你接下来打算去哪里啊 回北陵天殿 还是泰玄镇门 叶晨神色一宁 思考了数秒 开口道 血龙 你回泰玄镇门 继续消化吸收 荒龙谷地的机缘吧 顺便守护一下洛尔 而我这一次 我想一个人历练一番 血龙一正 但是默默点头 也不废话 化为龙身 向着泰玄镇门的方向而去 而叶晨的身影 也是骤然消失 一切平静 月宫之内 夏若雪长发竖起 手指尖明月之力浩瀚无边 明月慈恩圣母 正坐在桂花树下的石凳上 一脸赞赏地看着她 不过短短时光 夏若雪已经掌握了这 明月之力的第六重境界 实在是如此可教掩 夏若雪也喜不自身 激动地走到慈恩圣母面前道 师父 我已经修炼到第六重境界了 我想去找叶晨 原本还挂满微笑的慈恩圣母 此时听到叶晨的名字 瞬间脸色变得铁青 那个无知无味 目无尊长的少年 让她打心眼里不喜欢 我说过多少次了 她配不上你 夏若雪无比坚定地摇头 师父 如果没有她 压根就不会有我 而且 我们 我们都已经有肌肤之亲了 明月慈恩圣母一脸 恨铁不成钢的表情 她有多喜欢夏若雪 就有多讨厌叶晨 此时听到夏若雪这样说 只能和盘拖出 那日再次在天 她与叶晨的对战 师父 当时叶晨重伤未愈 您怎么能趁火打劫呢 夏若雪有些愤怒道 她竟然对此丝毫不知情 我并未全力出手 而且是 她拒绝我的庇护 明月慈恩圣母脸上满事不耐 那少年淡漠的神色 到此刻她还记忆犹新 那她受伤了吗 师父 您快点告诉我呀 夏若雪着急地问道 脸上满是关怀和担忧 没有 孙恩圣母摇头 总之 我不想以后再听到你提起她的任何事情 她若她想要见你 就一定会想尽办法来寻你 说吧 已经拂袖而去 夏若雪秀美的容颜之上 眸中含泪 她实在是有些担心叶晨 而且师父的这所月宫 根本上藏在虚空之外 叶晨就算是想要寻找 哪里能够找寻得到 一时间 愁容挂满了整张俏脸 与此同时 一名青年行走在青山之间 沉吟道 既然是为了历练 那就暂且将天人域内的几大死地 众多福地 十三绝境 八栋天等等 探索一遍吧 也许能够有些收获 这青年看上去容颜颇为俊秀 但与叶晨不同 给人一种文雅的感觉 实际上 她就是叶晨 不过其面庞上 却是蒙着一层薄煞 这薄煞乃是得子玄天碑内 法则神器之一 名为异化宝煞 其中一个作用 正是改换容貌 不仅是容貌 甚至连古灵都可以改变 太真境强者都查看不了 此刻叶晨取出地图 略微辨认一下方向 便朝着十三绝境之中 距离此地 最近的玄奇绝境而去 其身形 几个闪洞 便是隐没在了群山之中 时间流逝 一跃之后 一处荒漠上方 突然出现一道球状闪电 这闪电出现的瞬间 整个荒漠的灵气 都躁动了起来 空间在电光闪烁间 都被击出了道道裂痕 而令人无法相信的是 此刻 这闪电之中 竟是存在着一道人影 那人影手持长剑 猛地一展 将那电球 展出了一道裂隙 身形一动 便从电球之中逃出 那青年此刻 浑身焦黑一片 但却是微微松了口气 可还没等他完全放松 其身后的电球 竟是猛地朝他轰击而来 青年面色一变 大喝一声道 月魂斩 其一剑斩出 剑光宛若月光般 皎洁凝练 但这剑光之上 却是缭绕着 道道混沌气息 与毁灭之力 下一刻 那剑光与电球轰然相撞 无尽的能量弥漫开来 瞬间将这一片 荒漠之中的杀力 完全融化 轰隆一声巨响 那青年的身躯 狠狠地砸在了大地之上 青年看上去 似乎有一百多岁 面貌英俊 气质文雅 但眼眸却始终给人 一种淡漠的感觉 此人正是夜晨 此刻夜晨 呲牙咧咧嘴地道 没想到 这奔雷绝境之中 竟是隐藏着一头 如此强大的雷胶 不过很快 他便是微微一笑 取出了一枚 深蓝色的圆珠道 但是能够得到 这枚半雷珠 也算是值得了 说吧 他缓缓地站起身来 看了看四周自语道 这里应该是真木沙漠 往那个方向走了 应该有一座名为 真木城的边陲小城 先去那里 整修一番好了 说话之间 夜晨身上的伤势 以极快的速度恢复着 这段时间以来 夜晨一直独自 在天人狱各处游历 进出各个动天与绝境 有好几次 甚至差点 死在了某些 绝险之地 但得到的好处 却也不少 实力亦有着 不小的进步 夜晨一边走一边倒 星魂展突破 成为了月魂展 五级威力 提升了三倍 星天炼体神通 进阶星天二传 得到的各种异宝 让身体强度 提高了五成 再次炼化 玄妖精血 百分之二 玄灵珠内 转化的玄灵支气 越来越多 境界 也是突破到了 乾坤境八层天 玄仙子身上的锁链 也只剩下 最后一道 没有斩去了 不过 最关键的还是 说到这里 夜晨眼中 金光一闪到 玄天卑中的 天书古卷 摸索了这么久 总算有了一些收获 如今 夜晨的综合实力 已经有了 极强的提升 不多时 夜晨便是来到了 真木城内 你 我 你 你 你 在 我